我告诉你啊 为什么饭店里的蒸茄子那么好吃不变色呢 今天教你个做话 简单方便 看一眼就能消费 清水中加入一勺盐 给它搅匀发开 然后放入茄子 给它浸泡个十分钟 这样做不管你怎么炒 茄子都不会变黑 我每天都在分享做菜的小技巧 麻烦你帮我点个小爱心鼓励一下吧 非常感谢 然后放入蒸锅 上去蒸个八分钟左右 空碗中放入蒜末 葱花 好吃的关键啊 就是这个白灼汁 它可不是普通的生抽酱油 用它做个白灼虾 清真鱼 都非常好吃入味 其他的任何调料都不需要放了 放凉以后再给它撕成条 给它摆入盘中 淋上调好的料汁 再撒上干辣椒 淋上冰冷的热油呛香 这样做的蒸茄子啊 不仅颜色漂亮 而且还很好吃 是不是很简单 你也去做起来吧